哇 各位按讚按起來啊 精彩啦 刺激啦 真的是韓國瑜本人喔 我們那幾天在討論的Mr.Han韓先生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的本人出現啦 接下來是一場大的活動喔 如果你們真的是很支持Mr.Han韓先生的話 這場活動才是你真正應該要在意的活動 哪一場活動 來 跟大家看一下 溫馨母親節活動啊 就在4月16號 4月16號 新北 好不好 他的地點是在新北 羅明財康乃心感恩之夜啊 啊 當天也會有金曲歌王 Only you 韓國瑜 謝龍介等人喔 這是很神奇的在馬宮體育館所舉辦的活動啊 那在那一天 如果你們想要表達 我們這幾天很多人都在說嘛 他是韓粉的議員 他是韓家金的議員 他想要展現出來 希望可以讓黨去重視到 大家在期待的那一個男人的 這一種心情的話 除了去韓的底下留言 去相關人士的底下留言之外 參加活動 將會是最重要的一種曲道喔 那這是由羅明財的臉書所公告出來 在十個小時之前喔 4月16號晚上6點30分 羅明財康乃心感恩之夜等你喔 感恩的心感謝由你 請你帶著媽媽您愛的人 老店酒老咖 在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2號 跟韓國瑜謝龍介 Only you共度這一個感恩之夜啊 讓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喔 所以各位這是一個真實的 韓國瑜會出席的活動 因為他是一個政治人物嘛 政治人物他發在他的臉書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呢 如果你是真心關心Mr.Han的人 你應該要非常非常注意到 這一則訊息 為什麼 因為現在正在所謂的民調初選期間 如果黨中央後面所講的是真的 就是他給百姓說 我們現在正在納入內參民調 所以還沒有決定最後的人選 一切以滾動式調整為主 這是黨中央在近期一次最新的回應嘛 當然我今天又看到不一樣的回應啦 但如果這個回應是真的的話 那你想要展現出來這個支持的機會 啊就在你的眼前啦 本人既然有出現的話 那他的能量應該會如何的去發現 媒體應該會如何去追蹤 我相信各大媒體應該都會非常的關注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喔 如果你是挺Mr.Han的話 你應該要去參與這個活動的 我就直接這麼講了啦 因為不然還有什麼機會 等民調電話嗎 呵呵呵 你要等一個未可知的民調電話講 唯一支持韓國瑜嗎 那你也太 呵呵呵呵 太難了吧 但我覺得當天有沒有可能就是怎麼樣 就可能侯友宜也到場 然後韓國瑜跟侯友宜在台上來個大和解 有沒有這種可能 Maybe啊 對吧 來給你們一個surprise嘛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呵呵呵 不清楚 不明白 不了解 反正外界 輿論紛飛啊 什麼橋段 你都不知道 但你應該要很清楚明白的 知道說 現在 非常時期 非常做法 非常作為 現在他們要一起來這個地方 應該是羅明才要選立委啊 所以才會有這一種活動喔 就是用實際的行動 去支持Mr.Han 韓先生的能量啊 就 嚴盡於此 好不好 我一開始 因為我們講了那麼多集了 你們如果真的有關注了 這個是值得你們關注的議題喔 這個是非常值得你們關注的議題喔 聊天室說 侯友宜不會去啦 去了很難看 不一定啦 政治就是這個樣子嘛 政治有時候會冒出一些 你 預料之外的環節 然後來發生意料之外的劇情 那這個劇情就會吹枯拉朽的變成了另外一種樣貌 這個劇情應該就會牽動到後期的發展 好那 這是一塊 一開始我就先放在我們的開頭片頭 讓大家一點進來 如果是看回播的人 也可以馬上立即知道這個活動的本質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就要再來討論 黨中央今天傳出來的另外一則訊息喔 跟侯友宜有關係的喔 那我們往下面看下去喔 為什麼要看這則訊息呢 因為我們有說過嘛 黨中央的抉擇應該是還沒有決定吧 因為一直以來都跟對外說要徵招最強的人選啦 所以你看這一個今天的新聞喔 這一則新聞的標題就很辛辣了 侯友宜明天會列席中常會 幫忙協調郭董 朱立倫準備好了 什麼意思 國民黨佈局2024立委總統 朱立倫在今天4月11號表示 明天將提名第一梯式的立委候選人 新北市長侯友宜作為最強母雞 一定會列席中常會 他也透露 國民黨早在3月就完成黨內整合 已經準備好徵招最強人選 參戰2024 將在適當時間公佈人選 那這話就講得很清楚啦 侯友宜作為最強母雞 國民黨在3月完成黨內整合 準備好徵招最強人選 參加2024 所以最強母雞最強人選 會公佈 阿不就是表示 今天的劇情是在3月份 就決定要徵招侯友宜了嘛 各位我看起來是這個樣子嘛 就一段 那大家這一段時間在吵 這真的也不知道是在吵什麼意思啦 所以郭台銘呢 標題是在寫說什麼 幫協調郭董 本週上中常會就是明天 將邀請縣市首長合體 提名第一批第一T次的候選人 他說侯友宜是中央提名委員 也是最強母雞 一定到現場替候選人加油 四位藍營直轄市長都會到場 部分縣市長透過視訊與會 侯友宜已經準備好要參選總統了嗎 他高達八成的機率啊 剩下兩成是郭台銘喔 是不是會幫主要候選人排除障礙 替兩個人協調呢 朱立倫說我們當然是準備好了 會根據主客觀環境 在最適當的時機宣布徵招人選 何時才適當時機呢 朱立倫說這四五屆總統提名像馬英九 那兩屆都五月提名是單一候選人很單純 前兩屆分別是六七月提名的 這是過去的慣例 雖然很多人很急 但其實三月就已經完成了整合 只剩下擴大團結泛藍陣營結交更多朋友 也拜託大家別製造恐慌跟謠言 更不要重傷國民黨啊 媒體追問若沒有公平公正公開辦法 會不會讓黨內不服氣呢 朱立倫說經過徵詢縣市長立委 黨內看法很一致喔 之後也會把非綠大聯盟團結在一起 不管是國民黨民眾黨或在野黨 大家團結來為和平來打拚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已經下好決議了 在這一則新聞裡面 針對郭台銘訪日呢 朱立倫則是說 郭台銘是藍軍很重要的資產 也是重要的一份子 在科技經濟貢獻有目共睹 祝福他到日本訪問一切勝利 郭台銘也強調最後一定支持國民黨 這才是國民黨最需要的答案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明白啦 所以是今天我看到這一則消息啊 然後這一則消息感覺就是定於一尊 就整個就已經是完完全全的決定好了 那如果說真的是定於侯友宜 我就說 那今天給你們期待的這一個活動 最近侯友宜要衝出來的這個有沒有機會來這個活動呢 就變成一種懸念了 韓國瑜的支持者 4月16號應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啦 他也會展現出一種氣勢跟一種一種趨勢嘛 那至於侯友宜在這一天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呢 我覺得也可以讓大家來看 這一個活動他是用愛用感恩來去傳遞的 所以他相對而言政治性不會到那麼的高嘛 馬宮體育館是在新店沒錯喔 不要誤以為在澎湖啊 瘋島一開始也覺得說 誒這是不是要買機票啊 其實不是喔他是在新店 好那一開始就給大家這個重磅的消息啊 認同的我覺得可以用行動去走一趟 那一天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天 行動走了之後就可以知道那一天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這一塊非常的重要 如果3月就已經定於一尊 那其實現在的一切都只是風向球而已啊 大家也不用緊張 那什麼一下討論郭董 一下討論韓總倒也是不必的 如果答案都已經在國民黨的心中 只是等一個日期的話 那就是定於侯友宜啦 只是說最近郭台銘的民調是真的是很高啊 非常非常高喔 而且在每一個溫層的逆轉性 都有看出那一個苗頭呈現喔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面喔 我們說過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個年嘛 所以在今年的過程當中 欸你可以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陳其邁 為什麼我們有講回來陳其邁了 來帶大家看一下辯論會的 一小段幾秒鐘的畫面 選錯人賽馬場 選對人迎來台積電經驗場 選錯人爬速幫登革熱 選對人把疫苗還可以聽歌詩 選錯人大港不能唱 選對人國際巨星都來唱 當時不是一瓶從十幾萬 十萬出吧 變成三十幾萬嗎 幾幾乎是三倍啊 結果咧 高歌離席了嗎 今天在PTT整個爆炸啦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真的是很好笑 哈哈哈 真正要跳票啊嗎 還暖的下去嗎 來我們先看陳其邁本人在媒體上面的回應 因為這一定要的嘛 台積電奈米生變 到底他本人怎麼說呢 陳其邁低調回應啦 近日傳出台積電 28奈米廠計畫生變 設備採購清灘 全數取消啊 你設備都已經被取消了 你有可能會蓋嗎 沒有啊 房價炒上去了 你有可能會蓋嗎 沒有啊 恐怕不能如預期2024完工 陳其邁4月11號的今天上午 並沒有否認這件事 表示我們尊重台積電的佈局和市場考量 市府與中央會積極給予協助啊 哇哇哦 台積電變成民進黨的選舉工具了嗎 哇哇哦 是這個樣子嗎 難怪網友會這麼質疑 會在我們的聊天室留下這句話啊 台積電原規劃在高雄投資設立 7奈米28奈米兩座12寸的晶圓廠 但去年下旬台積電宣布 7奈米廠暫緩啊 今年1月台積電總裁魏澤嘉更在法說會中坦言 高雄廠7奈米暫時延後 28奈米按計劃進展 塑料4格數月 台積電高雄廠計劃再度生變 不僅機電工程標案 無程式裝機作業延後 計劃採購的28奈米機台清單全數取消 外傳台積電是因應全球布局 有意將28奈米製程移往海外啊 哎天啊 天啊各位 怎麼會這麼嚴重呢 這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們難以理解啊 就是這個情況是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當初不是說 選隊人 台積電晶圓廠 就可以設在高雄嗎 選錯人 賽馬場 不是就是在酸誰 他不就是在酸 韓國瑜嘛 啊今天怎麼會這種情況 來看陰間論壇怎麼講 今天光台積電的議題喔 就討論了 五六篇吧 我這樣看起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28奈米晶圓產量神變 陳其邁已經說了嘛 我們有說叫做什麼 尊重啊 尊重 所以直接看這底下 尊重台積電 塔綠斑表示目的達到了 男子飛高高啊 下個目標 國道7號 大平頂段 你各位準備好 起飛了沒 還有紅海進駐高雄 前陣區再飛一次啊 男子還沒跑的 套牢囉 反正房價都炒上來了 見不見很重要嗎 台灣沒水沒電 不適合發展高耗能 耗水耗電的產業啊 缺水缺電怕爆 笑死就說吧 炒房目的達到就好了 房價炒完了沒差沒差 南部要發展要掀蓋水庫 結果連惡巴都沒啦 紅海進駐沒有台積電的效果啊 炒房炒完了 階段性任務完成 這對股東來講好事吧 韭菜割到了 沒了的機會比較大 司空不好啦 防蟲準備跑路啦 蓋公園啦 反正高雄就愛這一位 房價有漲到就好啦 啪 沒啦 真假哈 所以有人不知道耶 高雄超底防蟲有毒啦 炒房比較重要啊 房有炒到就好 來不來無所謂 讓台積電到國外設廠就會有排擠效應 火車頭有起飛就好 誰管你台GG 說真的 房價炒起來就80分啦 台GG設廠只會更缺水而已啊 78暖男不是很會吹 28奈米不就是南京嗎 真的要蓋也不是那塊地啦 土壤地下水 垃圾民進黨缺水缺電 結果腦裡還只想著 如何凹台積電過去幫民進黨炒房 沒來可以檢舉政府假訊息嗎 票都騙完了有差嗎 騙子政府真的屌 笑死笑死發大財 炒房真的專業啊 早就看出來是炒房用的啊 台積電不是吃素的 最近一直共軍加強力度 全球也台海緊張升溫 美國還揚言台灣淪陷就炸掉台G 台積這時候還蓋台灣金晶場 這頭殼壞掉吧 房價起飛GG也飛 圈地炒作片票 擋撈太猴急吃相太難看 一套了 台GG知道28可以蓋在印度 東南亞東歐 可以獲取更多補助啊 哈哈套一下一邊繳利息 OK啦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嗎 始終宅好片 聽到民主晶片就高潮了 第一篇 陳其邁 再幫大家回顧一下 選錯人賽馬場 選對人迎來台積電金援場 選錯人爬速防燈隔熱 選對人打疫苗還可以聽歌聲 選錯人大港不能唱 選對人國際巨星都來唱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篇 正義溫暖可憐 這時候才知道尊重 不是台積電發言人嗎 高雄關榮迎接台積電最新技術 零奈米啊 哈哈貪二代 暖男這隻態度這麼軟 不毛起來反擊謠言了嗎 笑死綠醋成是甘之如矣啊 煙粉表示台GG很屌是不是 貂啥啊 哼 陳其邁就詐騙集團 歌人韭菜啊 去年跟著建商一搭一唱 呵呵 測什麼 當然現在加碼 等下次宣布啊 沒事就吹 有事就推 始終永遠不信邪 之前吹喇叭 吹得正天響 現在就乖乖裝死崩潰啊 高雄始終被拐去繳錢給建商啊 反正騙到不少人進場可以下跌啦 看來八成是真的分手互相尊重啊 哈哈哈哈哈 就說了 直銷詐騙民進黨真的很噁心啊 所以直接看這底下 所以當時候不是陳時中也是趕快脫手房子嗎 你們記不記得 記得的嘉義一下 那時候陳時中不是很經典的 也把房子在該區趕快脫手脫掉嗎 欸那就是一個關鍵指標啦 現在回頭想起來 果然就跟高端一樣啊對不對 我講的是思想上的高端啊 你們一看他這個高端操作啊 各位還不趕快跟上 民進黨歹樓都已經示範給你看了 你還傻傻的買著房子 你期待啥 期待28奈米嗎 我覺得你是期待28奈米屌啊 哈哈哈 真的很屌啊 所以你自己看 看到這次高雄又跑去屏東搶水一定嚇死啊 一個草包賣 高雄吃死剛好 又老又窮還欠於屁股債 以為不用還喔 光榮時刻啊 假的高雄台積店苗栗雜貨店 雜貨店真的有台積店啊 叫什麼叫 在那叫什麼 笑死高雄那環境還想強姦台積店 這現在丟人了吧 真的是草房發大財 高雄人最愛這位啊 房子賣完了 撲喝 爭議總是在特別的時候來到 我就說今年是好人出頭天的年 你們不相信 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這麼看啊 所以咧 大家怎麼樣 我們再來看一次 再看下一篇 選錯人 散狂 選對人 迎來 台積店 經驗廠 選錯人 爬速 防燈隔熱 選對人 打疫苗 更可以 聽嘴 選錯人 大港 不能唱 選對人 國際巨星 都來唱 哎呀 台積店不去高雄了耶 有沒有看到 台積店好像暫時不去高雄設廠 當初一堆人 吹得護國深山 怎麼這樣對待民主勝地 沒人要負責嗎 根本玩弄 台南部鄉親啊 房價已經吹起來 誰理你 要不要設 美國比較強勢 還是高雄 哈 房價可以扣掉增值 還來嗎 房價不會跌 台積當初就是被宣布 根本莫名其妙 高雄除了草房草地 也沒其他產業了吧 看看哪個傻蛋住套房 晶圓廠沒水等於停工 高雄整天缺水誰要去啊 草房炒飽了 台積店早就完成了階段性任務 房蟲崩潰啊 本來就沒要去 鄉下人好騙而已 笑死 高雄的空屋 會害台灣最優秀的人才短命啦 板板暫時而已啦 92.24% 柯寒倉粉五毛 中共同路人物見列欣喜啊 房子都買了怎麼辦 縮好的車頭呢 沒關係 Sukia有到高雄設廠就夠了 高雄始終護航仔 正在找褲子穿啊 台北人別羨慕 再怎樣也跟台積店 跟台北武衣院跳樓大拍賣開始 沒差 房價已經佔上30萬 恭喜高雄人趕走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啊 繼續你們的幸福好天氣吧 高雄好氣頭 民主勝地台南 高雄還不夠格啊 這樣劍難怎麼吵 沒事已經草高了 難怪 詐騙 橫行 高雄的好 我們知道 哇 所以在看這底下 很多啊 今天酸爆了 大家都當台積店白癡嗎 房子還來得及賣嗎 嗚嗚嗚嗚嗚 好爽 房子當然加價賣 讓北標財回不了啊 價格不會掉財怪 當初是什麼利多上來 就怎麼下去啊 我記得台積店好像都沒發過聲明 問號 高雄房價本來就開始回跌了 先進至成 新竹龍潭都在蓋 高雄慢慢等 GG要變中宮同路人了 哈哈哈哈 可悲南部人被黨當猴子耍 最近高雄人在驕傲阿妹演唱會 比小巨蛋好耶 房價都噴了 沒來還是家家賣 南部人繼續當死宗仔 活該給人哥啊 你看這麼多篇了 再回顧一次 來再帶大家看一篇 選錯人 曬馬場 選對人 迎來 台積電 金圓場 選錯人 爬速 防震格熱 選對人 打疫苗 還可以 聽話 選錯人 大港不能唱 選對人 國際巨星 都來唱 高雄船取消28奈米基台 陳其邁是尊重台積電嘛 結果有人繼續回應啊 越看高雄越覺得是笑話 天天說高雄有多好有多好 結果一個個北漂 高雄這麼棒 怎麼不留勒 好不容易判到一個台積電 結果是空投支票 結果先把房價炒高高 讓北漂仔更買不起 就說動土一事 哪有市政府主動幫廠商辦的 選了一個嘴炮炒房市長 這下北漂仔可憐 到連家都回不去了 繼續三節搶車票 跟人家人擠人 回家看高雄那些華而不實的建築 然後一邊又在高潮說高雄好棒棒 接著又要搶車票回台北工作 這種生活根本住在美國的 中國很一個樣 同源同種就在說你們吧 笑死 所以直接來看這底下 高雄有大港怎麼輸 客戶端 日本跟德國都要設廠 為何要設高雄 只是28奈米沒什麼好說嘴的 但現在連28奈米都緩啦 南部就可悲啊 天天吹南部死都不回去啊 現在連地皮都被炒爛爽了 在那邊投資房地產表示 賣不掉家價賣啊 北漂仔要回家買房就給我吞啊 有夠暖的 真的我建議雙北直接獨立遠離南部吧 高雄人自己都不要面子了 何必留情呢 應該是高雄自己獨立不要當吸血巨嬰啊 欺負屏東人搶水真噁心 屏東人真的衰啊 已經殺人無罪還要跟巨嬰搶水喝呢 整天哭台北插 結果還不是乖乖北漂 爽爽擠 三姐跟其他北漂仔擠在車廂才暖啊 你不懂啊 選出寒島花媽白海豚暖男的地方 害死台灣人高雄男的資源很多 整天吹的多神多棒 結果就是欠笑而已啊 噗哩哩哩哩 還會搭高鐵回鄉投票 懲罰全台 笑死 暖餒 剩下陳其邁金主的豪宅農舍啊 哇這很敢講喔 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發現的 就下賤男不宅啊 被虐上癮啊 可悲啊 好暖的賣賣 尊重也要道歉啊 差低 有點嗆過頭 人家暖男可是有跟中央要到一堆建設預算呢 高雄的好 我們知道 智障特別多 特別好騙 高雄的好暖男 真的知道 傻子買高鐵票回去投票 孝敬54088啊 都不覺得尷尬呢 一堆建設我就問什麼時候蓋水庫 水庫不太好A啊 A出事誰背鍋 所以看這底下 一樣是一大多 暖 粗暴言論 who care 北漂仔為什麼不回去 只因為南部有薪水沒漲啊 北漂仔真的討厭 太粗暴了 暖室選個暖男出來炒房 笑死暖 太嗆了啦 笨蛋不會承認自己笨 但會拖大家笑水啊 你不要這麼專業暖暖 原來趁人家台積噁心了啊 高潮仔絕青 在高雄拉丸死 該回家就回家 難道住廁所哦 各位你們可以看看 酸到炸掉 好多好多集 一直酸一直酸啊 為什麼會一直酸 你們看得出來了嗎 因為當時候 就是這支影片 再回顧一次啊 選錯人 賽馬掌 選對人 迎來台積電 晶圓廠 選錯人 爬速 防針隔熱 選對人 打疫苗 還可以聽嘴 選錯人 大港不能唱 選對人 國際巨星 都來唱 這段話很明顯就是在酸 韓國語嘛 你也看得出來吧 那韓國語的公道 我們最知道 前幾天 天風島才大力的在講愛情摩天輪 這種可以吸引到國外真正的旅遊業的重大建設 台灣不蓋 好沒關係 台灣不蓋這台灣人的選擇嘛 既然這是大家的選擇 我也不好說什麼 我就滿腔怒氣的撿了一集出來 就算記載在那個地方 我很推崇這個東西是因為考量到大家的荷包錢包跟台灣的GDP嘛 台灣需要有個英明的領導人才有辦法讓台灣的產業賣向國際 才有辦法去解決台灣根本上的問題 而不是一堆華而不實的口號跟華而不實的文子館建設 這些東西在我們台灣根本就是禍害 所以我那一天非常的憤怒嘛 你們也非常的清楚嘛 結果你們自己看 是不是很慘烈 高雄人自己的選擇是不是被酸爆 自己的業自己顧嘛 所以各位 認同我們這樣持續記錄這事件呢 先幫我按個讚好不好 就像聊天室說的 風島你好壞 但我喜歡 沒辦法 陳其邁在跟柯智恩的這一場辯論會裡面 很明顯的這幾段話 就是寫好稿子來洗臉韓國語的 你要洗臉沒關係啊 選錯人賽馬場 選對人迎來台積電清源場 迎來了什麼 迎來了一個消息嘛 一個空話嘛 一個空的東西嘛 然後呢 高雄改變了什麼 南子區的房價從10萬飆到30萬嘛 我們印象中他是飆3倍左右嘛 那除此之外呢 也看到了當時候我們的陳時中丹寶長 一系列華麗的操作 高歌離席嘛 啊那就是一個指標啦 各位就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人家離席的時間點 現在回顧 我們叫做事後諸狗來看啦 簡直就是讓人民事後諸狗啊 人家是事後諸葛 我們是事後諸狗 你知道嗎 如果你繼續住在南子 你就真的給套住啦 那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打開你的荷包 唱著一剪美啊 雪花飄飄 淚水小小 你給他看的是不是這樣 有點悲情就是這樣 看政治人物啊 真的 新聞是風向 舊文才是真相 從真相去看 國家才會進展 國家才會發展 今天呢 我們也看到了真相 真相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猶如城市都市傳說鬼故事一樣的恐怖啊 當時候 市政府 甚至幫忙 開工大典 天啊 吵得如此沸沸揚揚 那一段話 講得如此豪邁 迎來台積電 金圓場 徹徹底底的打臉韓國瑜 打臉就打臉沒關係嘛 現在是你的舞台嘛 在你的戰場上面打臉敵人 吐一口怨氣 畢竟說你陳其邁二皇子 從來沒輸過 在你的選舉路上 六連勝之後 要拼第七勝 結果被韓國瑜終結 而且還終結到了民主勝地啊 直接拿掉了民進黨半片江山啊 一片叫台南 一片叫做高雄嘛 半片江山直接被打掉 那一股氣 叫他如何吞下去呢 所以一旦對決柯智恩的時候 你看連辯論會上面 如果你光聽這一段的內容 你以為他的對手是韓國瑜耶 真的以為他對手是韓國瑜耶 你聽聽看 選錯人賽馬場 選對人迎來台積電經驗場 選錯人爬速防蹬隔熱 選對人打疫苗都會聽歌聲 選錯人大港不能唱 選對人國際巨星都來唱 是不是很酸很酸好酸啊 我一看啊 我真的是以為說 這個應該是對手是韓國瑜 對不對 二次對決 深度的二次對決 他就像是什麼你知道嗎 周杰倫的那首歌詞 烏雲在你的心中割下一塊陰影 你的內心裡面有一大片的陰影 這片陰影叫做韓家軍 韓國瑜啊 當時候不就是一首夜席 那一首歌嗎 席捲了整個南高雄啊 真的是嚇到爆哦 怕得讓你噴高雷啊 怕得讓你吹哨壯膽 但沒想到你現在自己看看 真的是很可怕 回過頭來 你真的這樣再給他看一次 韓國瑜真的是他人生中的自愛 心靈的伴侶 趁這個機會要酸一下 結果沒有想到我繞了一大圈 回來之後 在4月11號 2023年4月11號的這一天 讓PTT以高達將近10篇的文章 酸爆54088 聊天室說超噁心 別再一直重複播放啊 幾秒鐘的時間 讓你們穿梭回時空 幫你們加深印象 讓你們知道這個對決 到底當時候 吹的有多麼樣的震天作響 秀出你的主場 講出你所講的話 勇敢的讓賣粉們站起來 結果咧 結果就換來我們聊天室說 風之恆你要安好啊 是我傳票的意思嗎 聊天室真的也很殘酷啊 大家都跟PTT一樣粗暴啊 但這事實嘛 我們這個溫層粗暴 這是所謂的正常現象啊 但是咧 今天在PTT的溫層粗暴 你知道這叫什麼現象嗎 這個叫活生生的凌虐啊 完完全全在這一年裡面 坐實了館長陳之翰 近年來在罵民進黨的 種種是是非非啊 坐實了嘛 所以年輕人為什麼會看得起民進黨呢 年輕人如果遇到一件又一件的事件 你2024年你真的會投不下去啊 覺醒青年真的會二次覺醒 那不是在開玩笑的 肯定是二次三次覺醒啊 這跟輪會下去 對不對 輕軌成員海洋成事 那然後呢 你的荷包打開來又一減煤 對不對 我應該去出一個客製化商品 叫做一減煤錢包啊 然後放在我們的江湖首選裡面 做一個很嚴重的推廣才對啊 就打開之後裡面還有像 以前你們有沒有聽過一種卡片 生日卡片 打開就會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這種音樂卡片 是吧這種卡片當時候流行一時啊 現在還有在賣喔 我應該去出一個一減煤錢包啊 這個錢包的外觀是綠色的 然後你們只要把拉鍊給他打開 皮夾給他張開 他就 雪花飄飄 雷水小小 完全有那一種民主的價值存在啊 有沒有這種感覺 感受度有沒有很深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有為的政府 這個議題記載到這裡 我們轉一下焦點喔 就是 農委會要升格成農業部嘛 部會部會部大於會嘛 李彥秀痛批啊 欸 陳吉仲又激動的哭了 你他娘親你又哭了 都沒有未缺淡掉過淚啊 這就好笑啦 立法院在4月11號三讀通過行政院主治法第三條修正案 農委會要升格為農業部啊 在昨天該草案交給黨團協商的時候 陳吉仲激動落淚啊 對此國民黨市議員李彥秀痛批 當農民消費者因缺淡和豬肉價格高漲而苦不堪言的時候 都沒有見過陳吉仲掉淚 鱷魚的眼淚讓人恐懼 陳吉仲的眼淚讓人心寒啊 哎呦 哦哦哦陳吉仲 他說陳吉仲落淚不是第一次了 2020年6月台灣自口敵意意虛除名 2021年4月與公民團體溝通 談到有人因為空污離販肺腺癌 陳都有落淚 這已經是他的落淚的政治標記了 李彥秀提到說 當陳吉仲又因農委會升格成農業部草案 通過儀式落淚的同時 菜市場一樣買不到雞蛋 豬肉雞肉的價格一樣停在歷史的高點 一斤離山高麗菜價格跌到9塊 一般高麗菜更是堆了 跟小三一樣高罰人問津 李彥秀說有菜飯告訴他 高麗菜價格崩盤就是無限輪迴 政府什麼事都沒做 農民和菜飯根本血本無歸 豬肉攤販也提到 肉價長期在高檔 養豬戶因成本上漲沒賺到錢 消費者看到豬肉價格也買不下手啊 李彥秀痛批說 陳吉仲沒有為豬農 雞農以及買不到蛋的百姓釣過勒 啊陳未居農委會高官7年 台灣的農業產銷問題重生 他沒有一點責任嗎 可曾釣過一滴眼淚呢 鱷魚的眼淚讓人畏懼 陳吉仲的眼淚讓人心寒啊 嘖嘖嘖 真的啊 做得越爛官升得越高是嗎 厲害了這個黨 哇聊天室這講話這個詮釋 粗暴啊 粗暴啊 真的粗暴 但我喜歡 我對陳吉仲是不能認同的 以瘋島個人是不太能認同 是沒有錯啊 來看這底下 升官發財請加入民進黨 升官好爽啊 你還能升官台灣人才想哭欸 結果還是缺蛋 豬肉一樣暴漲 看到標題就笑了 農委會可以廢了 看不出來實際功用還升格 真的好爽哦 這鱷魚的眼淚什麼都缺 唯獨不缺謊言啊 成家主持換樓啊 因為盪上漲 所以升官了 嘻嘻 升官發財激動一下還好吧 看到新聞畫面就覺得演得好假啊 升格能A比較多經費 越爛升越快啊 所以直接看到最下面 讓他爽到 升官發財 欸欸欸 白爛都是升官賺爛的廢咖 哭三小 當個官只會哭哭啼啼 因為想到升官就忍不住了 幹你老是哭三小有病啊 狗官爽到哭吧幹 哭三小大家繳稅養這種 升沙小農業部一堆垃圾 升官哦 民進黨真的瘋了 靠北沙小啊 出越多包官做越大 花稅金給這種人領高薪真慘 不缺蛋 因為大家在囤蛋 又說全世界缺蛋 但能從外國進口 邏輯死亡啊 爽到哭啊 嘿 各位你們自己看 我就說了 我們不是同溫層哦 我每次都要跟你們講啊 封島根本不是同溫層 我們是聚在這裡的一個溫層 沒錯 可是在看的這些東西都是 一溫層中間選民的溫層啊 這些東西就在告訴你說 其實中間選民對民主進步黨 是認同還不認同 你們這樣整體看下來 認同加一不認同減一啊 我講的是中間選民哦 跟你們無關哦 你們算泛藍聚落嘛 但有一些是民眾黨 有一些是這一個民進黨的 但無所謂 但你們大部分是屬於泛藍聚落 可是你們現在看的這個聚落 叫中間聚落 中間聚落咧 加一還減一 減一嘛 人家不願意來理解我們 我們去理解人家 才有辦法找出方法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 最重要的步驟 而且也是第一個步驟 一定要做到 封島呢 秉持這個原則 每天晚上 帶你們去看陰間論壇 今天討論的事情 都在罵民主進步黨 台積電28奈米 有沒有酸爆了民主勝地高雄 陳吉仲掉眼淚 被人家戲稱鱷魚的眼淚 底下的人認不認同鱷魚的眼淚 也酸爆陳吉仲啊 那這樣的內閣 你能苟同嗎 這就是我說的 這叫做賴清德的硬傷啊 賴清德本人就算不錯 你賴系子弟有可能全部都不錯嗎 然後賴系的人 有可能完全不用到 現在的這一些隔魁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就去想 今天桃園還有一則新聞 就是說 鄭文燦在任的期間內 連續啊 七年啊 桃園是六都旅遊最後一名啊 甚至有連續五年 是倒數第一啊 丟不丟臉 丟不丟人 蓋了一堆蚊子館 這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苦的是百姓 成就一個正百億啊 這就是民主進步黨 忘記了 情政清廉愛鄉土 有時候這真的是覺得蠻鼻哀的 你知道嗎 唉 不知道啊 不懂啊 人 到底要苟活於世 寄情於天地之間 短短的 幾世春秋啊 到底我們要 如何的去決定 我們這輩子的樣貌呢 口袋賺的好滿好滿 吃香喝辣 因果因果啊 這輩子的因 決定了下輩子的果 上輩子的因 決定了這輩子的果嘛 那你所覺得果報 一切都是取決於你這輩子的因啊 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可能是上輩子燒了很多蠔香啊 但是如果你為官一任呢 禍害鄉里啊 那可能會為牛九世啊 那你該說什麼 好啦 我們身為了這一個 老百姓喔 我們會真心希望 中華民國要好 中華民國好 台灣人民才會好 我們要選出 可以為我們百姓做事的官員 我真的很希望韓先生有一個位子 真心希望